进来 董事长 这是您让我找的衣服 给我吧 董事长 你为什么要这身衣服 善然 是这样的 这前几天有人给我反映 说咱们分公司那边好像有问题 所以我想穿这身衣服 去暗访一下 行我明白了 董事长 那你有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 好 那公司的事就先交给你了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去忙吧 这就是人事部经理的办公室 你谁啊你 你好小伙子 我是你们新来的保洁 我想到这个办公室去打扫一下卫生 新来的保洁 你知道这种办公室是谁的吗 是你这种人随便想进就能进的呀 我知道呀 这不就是经理的办公室吗 我进来打扫卫生的怎么就不能进呀 哼我说你不能进啊 你就是不能进 那你不让我进去 那里面的卫生我怎么打扫呀 哎你这个臭宝洁 我说一句讲两句啊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啊 是谁把你招进来的 跟我说出来我给他没完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不是小伙子 我不管你是谁 你这说话归说话 你怎么还动手呀 我动手怎么了 你就是一个臭宝洁 就是这公司的下等人 不是小伙子 这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是宝洁不错 可是我是凭着自己的双手 挣的劳动辛苦钱啊 你说你这小伙子 这人长得也不错 这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呀 没素质 我没素质怎么了 你不是想打扫卫生吗 行来来来跟我来 去我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也该打扫了 你要是给我打扫不干净 我扣你一个月的工资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是什么官啊 你有什么权利 能扣我的工资呀 哟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呀 哼我一告诉你吧 我是这家总经理的弟弟 记着了没 你现在已经把我手不开心了 这样 我先扣你五倍 没想到 像这种人 他都有办公室 看来分公司这边 肯定有问题 想什么呢 啊 不是说了吗 让你跟我打扫卫生呢 走 早安静点啊 臭什么呢 我又不是明星 我告诉你啊 好好扫 不然还雇你钱 小伙子 这我扫着 你在这儿争着 那我什么时候能打扫干净呀 不是 那我说你啊 你个臭老姐 一个月公司给你开一千五百万元的巨款 你不好好扫地 你干什么呀你 这公司里面 每个角落 放的都有垃圾桶 你这垃圾 应该随手扔进垃圾桶里面 你怎么能随地乱扔垃圾呢 再说了 这我们干保洁的 每个月多辛苦啊 一个月 就拿了一千多的工资 不是我说你啊 你没辛苦 关我什么事啊 再说 如果每个人 都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面 要你们这种人干什么呀 这也不是你乱扔垃圾的理由呀 哎呦 你个臭老姐 你很想叫醒我啊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这个公司的最低等人 我说什么 你就该听什么 小伙子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看你这穿的 也像是有素质的人 这怎么竟干着 没素质的事啊 哦 你个臭老姐 还开始证定我了呀 啊 你要认清楚自己的地位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在说谁呢你啊 你 你简直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今天啊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管你有多大的官 你事情做的不对 我就在说你 喲 还敢叫嘴 我告诉你 你再给我叫嘴 你信不信我还扣你钱啊 啊 你 小伙子 你随随便便都说扣我的工资 我今天还就不相信了 这事就没有人能管吗 哎呦 管 谁能管得了我呀 这么大的公司的总经理 可是我哥啊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只要我这嘴皮子啊 上下一动 你就得被开除 你现在啊 还不说点好听的话 讨好我 说不定 刚刚扣你的钱啊 我都不扣了 听见没 这总经理的弟弟 应该素质很高呀 像你这样传出去 我觉得你哥哥 应该也没有脸在这公司吧 哟 你还敢说我丢我哥的人 今天啊 我再好好教训教训你 不然啊 你都不知道这公司像什么 你快让你说 你干什么 我让你说 唉 给我累的 记住了没 行啊 我看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竟敢在办公室里面 随随便便的这样欺负人 哼 我打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打你就是轻的 就因为我是保洁 你就可以这样欺负我吗 哼 我欺负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人就活该被欺负 你这种人啊 就是吓的人 我不一样 我在里面啊 可是总经理是我哥 我哥和我俩是上等人 记住没 就你这样的 你还是上等人 这谁规定的呀 我告诉你 这工作啊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人啊 也不分三六九等 哟 读过几年初 就在这跟我讲规矩啊 我告诉你啊 这么大的公司啊 我就是规矩 你别跟我说别的 都没有用 那行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不是这里的保洁 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哎哟 就你 还董事长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董事长 我家公鸡 就会飞起来下蛋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听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 你不要太过分了 行了 你就别在这儿装了 哎呀 还董事长呢 你说 有哪个董事长 在这儿当保洁 在这儿扫地啊 行 你给我等着 哎呀 你吓死谁呢 喂 李秘书 哟 还李秘书呢 你有电话吗 我给你打啊 啊 喂 哥 喂 弟弟 怎么了 来我办公室一趟 这边啊 来了一个 什么保洁 在这儿 还胡我说自己董事长 什么 来了一个保洁 咱们公司 没有新来保洁呀 我不知道 反正我把他打了一顿了 什么 你还打了人家一顿 就是 他自己不是好歹 说什么又不听 说一句叫两句 我打他他也是活该 这 这 行啊哥 你来吧 来再说 这 你呀 行 哼 一会儿啊 我哥我俩打击自己 咦 怎么回事 哼 哥 就是他 这 什么呀 快点 这 这就是 董事长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他 这 董事长 你 哎 哎呀我怎么说你啊 不是 董事长 这一定啊 有什么误会 陈小天 没想到我会来分公司吧 是不是很惊喜啊 这上面的人给我反应 说分公司有点乱 我可真没想到呀 我这一来才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乱呀 这是你弟弟是吧 他葬着你在公司的权利 对一个保洁 全打脚踢 啊 这样的弟弟 你让他在你公司能干什么 你来给我解释一下 董事长 这 这 这我弟弟啊 他他还小 不懂事 你你你别给他一段见识 是不是 对对对 这董事长 这就是我 眼不吃太三 不小心打了你 要不然就打回来 行了吧 我打回去 我还怕伤了我的手呢 陈小天 你现在在这里 照着自己是总经理的位置 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是谁给你的权利啊 啊 这 董事长 这这这这没有了 没有的事 还没有的事 陈小天 我现在命令你 带着你弟弟 立刻从我眼前消失滚蛋 这 董事长 你怎么连我都一起开除呀 要不这样 董事长 你开除我就行 别开除我哥 行了吧 我为什么连你一起开除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这你弟弟 为什么在公司里面无法无天 这都是你这个当哥哥的 在后面给他撑腰 你弟弟 他得敢这么胆大妄为的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 立刻从这里给我滚蛋 俗话说 上梁不正下梁位 就是说的你们两个 董事长 我们啊 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改的 你就再跟我们次机会吧 是啊 董事长 这我们啊会改的 重复的话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赶紧给我滚 董事长 滚 哇 你把我拿起来 走 走 走 好